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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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问问你 打败刘武州之后 我就想东出通关 进去中原 河南有王世冲 河北有窦剑德 南边还有萧贤 这三股势力可是都不弱呀 我们也不弱呀 那么这三股势力你想先攻去哪一个呢 当然是王世冲 那么如果王世冲与窦剑德联合起来会怎么办 我不会让他们联合 事情总是有会和不会吧 二郎 我问你 如果他们真的联合起来了 怎么办 回复皇 王世冲在河南 窦剑德在河北 中间隔了一条黄河 黄河是不好过的 还有 请神容易 宋神难 即使他们联合了 也会互相猜忌 所以 第一 黄河不好过 地理上有困难 联合不易 第二 即使他们联合 也会相互猜忌 而这两者都是兵家大忌 武德元年四月 你和建成一起去打洛阳 不是也没有打下来吗 回复皇 此一时彼一时啊 当时河南还有李密 宇文化吉 现在只剩下王世冲一个人 反而好办 我们不如先拿下王世冲 把关中和河南连成一体 然后北上可以取窦剑德 南下可以取萧险 好啊 想不到你已经有谋略了 那时机呢 父皇 春天不行 草没有长好 等到夏天 草长好了 马就没有问题了 好好 那我们就等他半年 陛下 大唐进去中原 再次一举 好 走 走 左伯爷 你是不是仍然认为吃鸡未刀 晋阳起兵 但是因为随莫天下民心大乱 乱到现在只剩下四家分居天下了 这民心哪 也各有所归呀 这宫曲中原现在可不比以前了 听说斗剑德在河北恨得民心 这就难了 那你以为只有天下大乱才是时机吗 哎哎 哎 哎 要取天下 嗯 民心所向总是大事吧 嗯 民心固然重要 但是最后的安定 还是要靠天下一统 臣以为时机已经到了 天下毕竟是打下来的 而且见到关中安定 没有后顾之忧 军队一直在打胜仗 气焰很高 正是攻去中原的好机会 太子 而臣以为秦王灭流五州 兵器正盛 应该是时机了 嗯 收复中原 由秦王领兵 臣领旨 齐王 还身在 你辅助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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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取中原 是 武德三年七月 李世民受李渊派遣 率十万大军东征 以图将唐扩展到同关以东 进而统一中原 儿臣半见不还 东征大元帅 承接 东征大元帅 承接 去吧 还说 我好 collective 父皇为你指教 父皇多多保重 为陛下效劳 为陛下效劳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晋王西北守五劳 宋王北边守淮州 他们随时都可以增援洛阳 应该说王世忠是一个用兵的高手 至于洛阳 王世忠派他的太子和鲁王守洛阳东边 齐王守洛阳南面 楚王守洛阳皇城 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汉王守汉家粮仓 王世忠自己率三万骑兵和步兵抵挡我们 今后打洛阳常常都是应仗啊 令 京军总管十万宝 在 率你的一阳府军攻占龙门 控制洛阳南方 是 淮州总管黄女汉 在 率你的府军进攻回落 控制洛阳北方 大令 将军刘德威 在 率你的府军 是 穿过太行山 包围河阳 控制洛阳东北方 是 上古攻王军阔 在 率你的府军 进攻还原 切断洛阳的粮草 是 我率领主力 推进了洛阳 将军罗世忻 在 你为先锋 明天进攻辞剑 试探洛阳 是 是 济世参军事 考攻郎中防玄灵 在 诸将功劳 降加记录 不得有 是 准备吧 是 那 还 至于 知道 事 公众 能 怕 不得 居 你们 军 好 来 孩子 怎么还不睡呀 睡了 睡吧 快点睡觉吧 王妃 天还没亮呢 洛阳的消息来了吗 还没有 也不知道 这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 让人多救心啊 快了 快了 太阳出来了 我好久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太阳了 我是天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太阳 多好看呢 多好看呢 洛阳想必也能看到这样的太阳吧 多好玩 二 二 二 啥 一个小儿 洛阳城不是那么好打的 今天 我要让他落在我的手里 他怎么敢只带五百人 你忘了 去年七月也是这样 他差点被我擒获 如果擒获他 事情早就结束了 来啊 在 我们带一万不军齐军 这一次 一定不能将他跑掉 上 王氏充好大的胆子 居然赶到我们北芒山这里了 好 来了 通通吃掉 往这边跑 不用多臭 活着李世民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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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看那边那个人 看见吗 快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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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用埋伏 撤 快 回 撤撤 王世冲啊 现在他去联络窦剑德 如果这两个人要联合在一块 就有些麻烦了 如果旷日持久的话 我担心军心会有些涣散 绝不能让王世冲和窦剑德和兵一处 否则以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无法取胜的 无非就是撤回关中嘛 武德元年你跟大哥不是也东征过洛阳 也是打不下来就撤回长安了 再撤一次也无妨啊 动摇军心的话你不要讲 在这儿说又不要紧 在这儿也不能说 好 不说就不说 汤君有什么动静 将军 树莲后面有人 不知他们要干什么 地下的缸呢 有动静 这就对了 神工呢 按将军的吩咐已经灌满了水 好 让他们来吧 洛阳城可以坚守一年 打一年 人都疯了 万一他们能退兵 不是很好吗 而且我也派太子去东边联络夏王窦剑德 窦剑德未必会来 他肯定坐山观虎斗 不 未必未必 事实难料 阿南下与我们共同抗击李渊 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我不保 他也不会保 我们联合 李世民就难以抵挡 来来来来 洛阳城北要塞五劳关 是窦剑德来洛阳的必经之路 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一支精锐部队 一举拿下五劳关 截断窦德来洛阳的路 我们还可以 射服一并将窦剑德消灭 好 好 有什么事忙 没有什么 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事 秦王殿下正在忙 有事会召你们的 齐军戒备在什么地方 戒备在芒山的东面 那里的水草好 秦王的马也在那里 那我的马呢 也在 也在哪儿呢 在芒山的西面 我的马为什么不在东面 齐王的马和秦王的马有点不和 恐怕互相商扰 好 那西面的草怎么样 还好 被给马的料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 我没跟你说话 你给我出去 嗯 有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你们先去吧 好 好 陛下 赵俊王大 啊 快快请进 是 拜见陛下 好 来来来来 陛下 你城上的平江南条陈 字字千金哪 陛下 哈哈 随阳帝镇守扬州 虽然南方地盘大 人口多 但是军事力量 是绝对不行的 又把唯一的力量 派到了洛阳 成了王世冲的主力 因此 在军事上 江南是微不足道的 动武势在必行 在南北朝的时候 蜀地就已经安定附属 又在长江上游 如果从蜀地出发 沿江而下 江南一定是势如破竹 所以你的条陈 不仅分析了当前的形式 而且解决了大问题 臣不敢鞠躬 那是李靖的条陈 臣不过转成而已 那 你不同意这些条陈了 臣当然同意 开府李靖的条陈 我读了一个晚上 并逐条推演 陛下与殿下 如有什么疑虑 我可以逐条解答 哈哈哈哈 那就对了 可见这条陈 你不仅看过而且同意 否则 你还会乘上于我吗 不会 好吧 那么我就命以为 奎州总管 你就去南征萧县 好 臣 多谢陛下 你在行军的问题上 还有什么考虑吗 臣可否请李靖同行啊 好啊 李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啊 那就让李靖做长使吧 谢陛下 谢陛下 你去吧 是 陛下 以而全看 赵郡王 并没有参与李靖的条陈 我知道 可是 哎 我派孝公 当行军大总管 那么这个条陈中 肯定有他的见解 这样 他在执行条陈的计划中 才会更加安心呢 可是 陛下为什么不直接任命李靖为长使 而是要赵郡王自己说出来呢 这不是让公给他了吗 你要切记 君不与臣争功 你想啊 臣子们的功劳 不都是君王的吗 像这样一场大仗 李靖这种大人才 要他配合好 听从孝公的指挥 那他必须要对孝公感恩才行啊 这样一场大仗 他们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那是不是要立刻召见李靖呢 哈哈哈哈 你又太心急了 这件事情 孝公一定会告诉李靖的 李靖知道我一定会召见他 但是 像这样一场大仗 我必须让他们有充分的准备 帝王不能总用欲人之术 但是 也绝不能不用欲人之术 儿臣愿听父皇教 孙杨帝时候 李靖怀才不遇 如果我们现在对他加以重视 他一定会尽力示威 如果每个人都怀才不遇 损失最大的 不是他们个人 而是朝廷 我跟李靖 在前朝确实有些过节 不过那时候 大家同仇为官 现在不同了 君臣名分早定 你用不用他在我 不用他对谁都不理 用他 利他利我 利他他 请不吝点赞 宇文氏吉呢 我让他回长安去转达我的请求 请求陛下下令攻打洛阳 他想去就让他去吧 他想去您就让他去 怎么了 宇文氏吉他可靠啊 您为什么不派一个可靠的人去呢 他很可靠 宇文氏吉可靠 他和陛下的关系很近 如果派你我方先领取 陛下未必相亲 前方的情况 因为你们和我的关系太近了 我一直发现 宇文氏吉和风德仪 都观察我们的意义 无所谓 从来都是这样 现在您已经知道了 宇文氏吉和陛下的关系很近 派他回长安 长安就没有顾虑了 如果派你 就不行了 你回去告诉秦王 如果洛阳宫下 就把城中的皇家器具 图书档案一律运回长安 城中的财宝 分给各个将士 洛阳宫 洛阳宫 这关重要 有关我们的大局 如果九宫不下 趁已经有一道密尺 发给了秦王 不妨让秦王先退回关中 等待时机 我们再寻机会 攻取洛阳 你这次辛苦了 好好回家去歇息吧 谢陛下 钟书令 晚上到我家坐坐 回来还没有拜访左仆业 一定去 一定去 左仆业 这次秦王如果攻下了洛阳 功劳可就太大了 是啊 我们大唐就不止是关中了 是啊 立了如此大功就要升职 他现在已经是上书令了 如果再升 怎么个升法 多多赏赐吧 升是不好再升了 那怎么赏呢 增加秦王府的十亿 多赏 财博吧 也只能如此了 你看呢 我看 也只能按做服业说的了 好 如今天下 只有三家 我大唐 王世冲 斗建德 如果灭掉了王世冲 只剩下斗建德 事情可就好办了啊 不过 不过南方还有消息 应该是四家 我知道 如果我们攻克了洛阳 在这中原 就没有匹敌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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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让我去 我一定拿下 不行 殿下 殿下 怎么样 扇熊信的弩太厉害 实在是靠不进城墙啊 看来王世冲引完了实力 地道呢 他们用水灌了地道啊 他们还是有准备的 撤吧 是 穷厚莫追啊 我们要保存实力 斗剑得一道 我们再攻出城 是 我军司五千 伤八千 岂有此理 王世冲有本事出来跟我比划比划 四弟 你去布置一下 防止王世冲偷营 来了 正好 我还想跟他会会呢 好 不行不行不行 哦 我还想为了 这洛阳九宫不下 军心开始涣散 再下去 什么意思 不打了吗 打 打 当然要打 可是陛下不是有秘斥 可以撤兵吗 我知道 这样吧 你回长安告诉陛下 不要难打是一了钟的事 现在打不下来 陛下觉得时间长 打下来了 陛下就觉得时间短了 你去吧 好 我今天就牺牲 之后来报 报 窦剑德统帅大军正向洛阳进发 同志总管 做了议事 殿下 军事疲惫 军心涣散 要不就休整 要不就班师回京 李时纪将军未免太悲观了吧 几个月以来 我们的对手 死的死投降的投降 而今 就剩下洛阳 这是第一个事实 而洛阳城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断粮了 没饿死的 没饿死的 我看只有数千人了 是对方的军心涣散呢 还是我们的士气不高呢 所以说洛阳城 绝对不会长久地抵抗下去 我听说 皇帝陛下也有这个意思 虽然洛阳粮草已断 但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如果他们就这样兼臂不出 我们也毫无办法 窦剑德随时会到的 草原十八部也有可能趁此机会 进犯长安 到了那时 我们反而会非常狼狈 主将听令 不会是 落药被破 使必不还 敢言班师者 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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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把这个搬走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走吧 是 攻取洛阳 你们都知道是不可能了 那么晚走不如早走 我是你们衣食父母 跟着我就有吃有喝有钱 我要走了 不愿意走的可以留下 我们追随将军 我们追随将军 追随将军 追随将军 好 出发 阻挡者杀 走 秦王殿下 寻相领着他的清兵跑了 寻相 寻相跟御迟靖德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二哥的人呐 御迟靖德人呐 御迟靖德将军没跑 把他押起来 放开我 妈的 你们放开我 你跟寻相 想理应外合吗 我要去见秦王 你帮我放开 你绞了我的九姓 我绞你的头 为何 边下 昨天寻相逃走了 齐王殿下 手 怕御迟靖德 叛便 所以就 把他关起来了 胡讨 御迟靖德怎么会叛便 她要叛便早叛变了 能等到今天吗 当年你我在同关 打得死去回来 他身为随朝的 左悟侯大将军 归顺大唐 他会叛变 去 把玉池靖德带到我帐里去 快去 玉池靖德实在太厉害了 这样的人到谁手里 对我们都不利啊 应该是个隐患 现在既然压在手里 放他一定也会怨恨 不如趁机把他杀了 你给我闭嘴 玉池靖德向我投降的时候 你就主张杀他 结果他叛变了吗 没有 你现在还是这个想法 你过去 把他带到我帐里去 快去 我这里还有多少钱 已经没有多少了 备购一箱 送到我的卧帐 好的 玉池将军带到 谁让你们绑的 还不开绑 元宣只说把他带来 没说开绑带来 我也没说把玉池将军压起来呀 还不把手举起来 再过一个时辰就完了 好 走 好